这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备受关注 2023届的高校毕业生的规模 预计要达到1158万 同比增加了82万人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呢 一方面我们要怀有一颗平时之心 要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 要从最基本的工作 最基础的环境做起 这是职业道路的起点 它可以为今后的工作 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领域 就业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 在起点上兢兢业业的做好工作 将收获长期受用的宝贵财富